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魏老师给大家讲故事 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下蔡廷凯和他的十九陆军 说到蔡廷凯以及十九陆军 他在民国史上是非常知名度高的一位军事将领 以及一支军队 那么总的概括来说一下 蔡廷凯他一直是属于国民党内的越系军阀派系 那么同样十九陆军也是属于什么 越系军阀 他一直呢就是说不管蔡廷凯本人也罢 或者他的军队也罢 都不属于蒋介石的中央军嫡系 我说了他属于越系军阀 脱胎于越军 就是脱胎于李继生的第四军 那么蔡廷凯以及他的十九陆军 在民国的这段历史时期呢 他有什么作为跟经历呢 我来详细给大家讲一下 首先来说蔡廷凯他是广东人 广东罗定的 然后他的出生其实是很贫寒的一个人 就是他的一个人生起步呢 是因为他去当了兵 当兵之后如果只是一个大头兵的话 肯定是没有什么前景的 说不定在前线当了炮灰就死掉了 那么他的第一个恩人 给他有知欲征应的是成明书 那么成明书为什么对他有知欲征应呢 比如说蔡廷凯在成明书的部队里面当兵 那么当时成明书他自己办了个军校 他比较看好蔡廷凯 就把他送到军校里面去读了一年 那么读了一年之后 从军校毕业之后呢 蔡廷凯就直接做了排长 在成明书手下任排长 这是谁呢 蔡廷凯的一个起步阶段 那么紧接着时间跨度 咱们去说一下26年 26年的时候 粤军就是广东军阀的这些部队 被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 军长由李继生担任 为什么要组建这个粤军第四军呢 因为当时的时代大魏警是要进行北伐 那么北伐的时候 这个粤军第四军分成两拨 一拨呢是由谁 成明书的第十师师长 以及张发奎 他们俩分别带领一个师呢 进行北伐 那么当然 叶挺是当时的这个第四军独立团 很多人不明白 老是听说叶挺独立团 啥意思 就这个团 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师下面的一个建制 它是归李继生 这个军部直接领导的一个团 那么他当时呢 叶挺带领这一个叶挺独立团 是作为北伐的先锋队 率先进行北伐的这个探路的这个工作 那么由于咱们今天主要讲的是这个蔡廷凯 所以说呢 这个第十师 当时师长就是谁 成明书 那么副师长是叫蒋光奈 说到这个蒋光奈 大家马上就联想到了 十九陆军的蔡廷凯 蒋光奈 两位领导人 就说 这个蔡廷凯跟蒋光奈呢 他们俩是合作了一辈子 那么在蒋光奈临终的时候呢 蔡廷凯就在他床边 他们俩呢 是结成了一个一辈子的这个友谊 那么说到这里呢 就是第十师 成明书带领这个第十师 在北伐的过程中的空前膨胀 就说这个国民政府北伐啊 它是一个部队扩张的红利期 说句难听呢 就是说 只要到了一个风口上 任何一支军队都会获得风前的壮大 那么这个第十师 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 那么成明书当然就认了军长 叶廷被升为副军长 那么这个第十师 原来呢 蔡廷凯这是第十师的一个团长 那么等到这个第十师呢 扩编为第十一军的时候呢 蔡廷凯就认了第十师的什么 师长 蔡廷凯第十师的师长就是这么来的 那么蔡廷凯的这个人生呢 主要说他的三个事情 他在一生中做了三件大事 那么第一件大事是跟随叶廷参与南昌起义 当时南昌起义的主要的兵力就是谁呢 就是叶廷经过北伐之后呢 叶廷当了十一军的副军长 那么当时的第十师 蔡廷凯所当的这个第十师的师长 是隶属于第十一军的副军长 就是叶廷指挥的 那么叶廷带领这个第十一军参加了南昌起义 那么南昌起义的另外一支核心的部队呢 就是贺龙的第二十军 这两支部队呢 组建为这个南昌起义的助力 那么在南昌起义胜利之后呢 因为起义军要开除南昌城 那么这个时候蔡廷凯相当于是背叛了这个革命军 他单独拉了他的第十师啊 脱离了起义军队伍 跑到哪呢 跑到附近去找他的老长官 陈明舒 那么说到这里的话 大家可能就觉得不太明白 第十一军的军长是陈明舒 叶廷只是副军长 为什么叶廷能够指挥的动这个部队 整个参与这个南昌起义呢 就是当时陈明舒啊 他亲讲 他亲讲系 那么当时这个第十一军 他是亲汪系 亲汪精卫的这个武汉政府的 那么陈明舒受到排挤之后 他自己单独一个人他跑了 跑去南京去找了蒋介石 在这种背景下 那么由于陈明舒不在部队里 叶廷就指挥了第十一军 这是叶廷为什么能拉的出来 第十一军参与南昌起义的一个原因 那么紧接着说到蔡廷凯 他脱离了南昌的起义的部队 又重新去找他的老长官 就是第十一军的军长 陈明舒 那么这个时候 陈明舒跟着蒋介石 那么紧接着到了三里面的时候 蒋介石发动了中原大混战 陈明舒跟着蒋介石 那么自然就带着蔡廷凯的这支部队怎么样 参与了中原混战 中原混战结束之后呢 蔡廷凯任了第六十师的师长 那么蒋光奈任六十一师的师长 由于在中原大战的过程中 那么他对蒋介石 打赢状元大战起了作用 所以蒋介石就把蔡廷凯 蒋光奈的部队 扩编为第十九陆军 那么这个十九陆军的雏形 就从这开始来了 那么同样 这支部队始终不是蒋介石的弟系 那么始终是被陈明舒 蔡廷凯 蒋光奈来控制的这个十九陆军 那么这个十九陆军 他一开始是在哪呢 一开始是驻军在福建 那么他有一种什么样的机缘巧合 让他到了上海 开打了他历史上第二个重要的战役 就是128松户会战 那么当时的历史背景是这样的 就是说蒋介石在小日本发动九月八事变之后呢 由于各方面的压力 他下野了 这是蒋介石的第二次下野 那么蒋介石下野之后 当时是由谁 松中山的儿子松科 他组阁 他控制了南京政府 那么他控制南京政府之后 要知道松中山是广东人 他的儿子也是广东人 就说他们是粤系军阀这一派 那么当时既然是松中山的儿子组阁 松中山的儿子 那么掌握了南京政府 那么当然松中山的儿子 就是松科最信任的部队是什么 还是他们粤军 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成明书的十九路军调到南京跟上海之间 任命成明书做金户警备司令 就是说南京跟上海离得近满 南京是作为国民政府的首都 那么松中山的儿子要怎么样 召集自己的敌系部队 粤系军阀来驻扎在南京跟上海 那么这样子一来的话就形成了什么 成明书蔡廷开蒋光奈 他们驻军在上海周边 但是就这个松科呀 由于他的这个政治资本还是比较弱的 他主政南京政府还不到三个月两个多月 结果他玩不转 为什么当时的江浙财阀 连资金都不给他供应 可以用咱们现在比较流行的一句话来说 就是资金链断裂 那么他的就是说 他的这个政府当时就运作不下去了 你想一旦不给政府的这些工作人员发工资 人家都不上班了 所以说呢 这个是 松科觉得他玩不转 只能重新把蒋介石请回来 那么蒋介石重新上任 那么蒋介石重新上任之后 那么军事部署就不好立马做出调整 那么这时候时间就来到了什么 三十年的一月 小日本就准备进攻上海 那么当时上海跟南京 作为蒋介石的利益最核心的地段 如果谁敢说蒋介石不想守上海 这就是这种糊涂不认 他在那胡变浪噪 那么蒋介石要不要守南京 跟上海肯定是要守的 那么当时蒋介石的策略是什么 十九陆军 蔡廷凯 蒋光带 凤奇 打响了什么呢 128送户抗战 那么蒋介石的小九九是什么 他首先让十九陆军去跟小二本打 这样可以做到一时而鸟 为什么 第一做到了他守备上海的这个行动 他打了在上海作战了 第二又起到了这种消除异己的作用 就是让小二本打十九陆军 反正十九陆军是谁 越系军阀的这个部队 那么你们双方偏消耗蒋介石于翁得利 当然蒋介石还组建了他的后备军 就是让张志忠带领第五军 这个第五军是临时组建的 主要是由蒋介石的嫡系 就是什么呢 德谢石组建的第五军 作为一个后备的力量 然后准备投入到上海保卫战 那么前面我说了 上海跟南京作为蒋介石利益最核心的地块 蒋介石不可能不守 当然这是从心理上来说 但最终的事实上 为什么蒋介石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这个 松户停战协定呢 怎么说 蒋介石只能是退而求其次 为什么 因为当时的这个中日的这个军事力量对比 蒋介石非常清楚 蒋介石可是在日本读了将近四年书 读了三年的东京政务学堂 一年的第73师团去实习 而且呢 如果说是他读书顺利的话 他将来还要升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去读书 所以说呢 蒋介石对小日本有几斤几两 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说呢 蒋介石最终没有在上海 把这个仗义扩大的原因是什么 他认为自己现在 啊 就是经过918事变之后 蒋介石刚刚下意啊 第一没有恢复元气 第二 就是他所掌握的国民党 中央军 目前还没有这个军事能力呢 能打得垮小日本 所以说呢 他只好 唯心的签订了这个丧权入国的松户停战协定 啊 怎么样 就是意思啊 上海小日本可以驻军 他国民党反而不能驻军 你想一下 蒋介石是受了多大的屈辱 但是呢 这个是怎么样 没办法的办法 从长计议啊 那么这是 蒋介石为什么没有在上海开打的这个核心原因 那么回过头来说一下咱们这个主角 主角呢 啊 就是蔡廷开蒋光奈的这个第19路军 啊 在上海一战之后呢 一战成名 那么他成为我国正规军啊 在抗日战场上 没有失败的第一支部队 啊 当时的话 他们的这个19路军 抗战的这个故事 遇满全国 那么等啊 他们在松户会长打完之后 蒋介石就把他们拉到哪 拉到附近去啊 要求他们开始搅供 那么说到搅供的话 其实呢 就19路军啊 他们带领福建这一个省 奉其反抗蒋介石 其实跟当时的张学良 阿虎城在西安 带领西安啊 跟甘肃这俩省啊 怎么样 发动兵舰 其实呢 它的底层逻辑是一样的 就是什么 就是当时蔡廷开 蒋介石 蒋介石 这19路军 奉蒋介石命令围剿啊 当时毛主席所在的这个中央宿区啊 在福建 因为当时的话 赶南闽西 就是福建的西部 也是我共产党的地盘啊 也是啊 当时中央红军的地盘啊 那么蔡廷开 蒋介石 他19路军 跟我当打 打不过 送兵者讲 一样的 就是当时张学良 也是带领他的部队 在赏北跟我红军打 打不过 打不过怎么样 要知道这个蔡廷开 蒋介石 当时呢 进攻我中央宿区 他的时间可是要早于谁呢 早于张学良 严虎城 当时他们是在33年 那么张学良 严虎城是在36年 所以呢 33年的时候 蔡廷开 蒋介石 就给张学良 起了表率 既然蔡廷开 蒋介石 他不愿意打内战 老蒋介石 强迫他们的19路军 进攻 红军中央宿区 结果呢 连吃败仗 蔡廷开 蒋介石 讲官呢 明白 跟中央红军 作战打下去 自己的19路军 一点劳本 拼光 拼光之后 他俩人就成了什么 光杆司令 所以说 他们当然不愿意 继续跟红军作战 所以说呢 秘密的跟红军在前线 签订了这个什么 停战协定 这就是说 蔡廷开 蒋光奈 跟张学良 杨胡成 如出一辙的 他们在陕北搅供 围剿 中央宿区 红军的时候呢 打不过 同样也是秘密的 跟陕北的红军 签订了这个停战协定 那么到了 33年底的时候 蔡廷开 蒋光奈 怎么样 他们发动了 福建事变 就是怎么样 干脆 反了蒋介石 就是 福建独立 而且呢 他们还成立了一个 新的国家 叫中华共和国 但是无奈 这就是第一 他们这个兵力太少 要知道 19陆军 总共多少人 三四万人 很多人呢 老是听说 19陆军 但不知道 这个陆军是多大 那么你可以 对比一下的 就是我们的 八陆军 要知道 就是说 蔡廷开 蒋光奈的 19陆军 跟我们的 这个八陆军 它的这个 建制是一样大的 就是说 它只是比军 要高一个级别 但是呢 等同于集团军 或者低于集团军 就是比一个军 它的这个规模 要大一点 那么你想 咱们当然非常了解的 就是这个第八陆军 后来八陆军呢 这个番号 存在了一个月 被改变为第十八集团军 那么说明这个八陆军 跟十八集团军 是同样的架构 你说到有八陆军 其实还有第七陆军 六陆军 你想 第七陆军的总指挥是谁 云南的 四川的刘湘 它是七陆军总指挥 那么当然 当时国民党 就是在 30年 北伐胜利之后呢 它把国内所有的部队呢 改变为二十六陆军 它是 这样的一个序列 那么说到这里的话 就已经讲完了蔡廷凯 人生中的三大战役 第一大战役 它是参与南昌起义 第二大战役 它是领导十九陆军呢 在上海 打响了宋户会战 那么第三大战役就是什么 它在福建 搞独立 新建了一个国家 叫做 中华共和国 那么最终 蔡廷凯 蒋光奈 这两位将军 乐习的将军呢 他们最终是 成为民主党派 加入了我党 走向了人民的怀抱 好 那么今天关于蔡廷凯 和十九陆军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